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二十三页从第一行开始,二十三页第一行开始,经文我先念一遍。 福次善男子,言仆界回乡者,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皆细回向进法界续攻坚一切众生,愿令众生常得安乐无诸病骨。 欲行恶法皆细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殿涅伴正路。 若助众生,引起极极助恶业故,所感一切极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地众生习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 菩萨如是所修善业故,众生皆净,众生皆净,众生热净,众生烦恼净,众生烦恼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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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任何事情不是说什么信仰很狭窄的 不能够成就任何事情的 何况能够成佛这种大的事业 能够自己成就这个整个这个完成就了 那个心量尽量的扩充 所以这个回向呢就是把前面所有的功德拿起来 以及包括自己在内整个回向呢 让所有的众生都得到了好处 想想看这是什么样的胸怀呀 那么这个讲到回向呢 把这个功德送出去 送出去这个功德 并不说我把这功德送出去自己没有了 不是这么说的 自己还是有功德 预送出去啊 自己功德扩充扩充的预读 也这里呀 那么这个究竟回向的对象有多少呢 祖师的读解 啊 整个在华言间将回向呢 任何一个一个月呢 一讲就是十个法门 就十十大类 这里呢 不必那样讲 讲这个太详细啊 也不必我讲话 讲话呢 三三三个处 三个这个处所 那么回向到三处三个地方 哪三个地方呢 一个就是回向众生 这就是刚才我一开始就跟各位介绍 我们把所有的功德 回向给众生 那么就让所有的众生啊 由于我们这个在前面做的那些行 那些功德 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得到这个功德的好处 这是一个 另外一种呢 另外一种呢 就是回向诸佛 回向诸佛 诸佛已经是成了正了谷的人 啊 十方诸佛 原来都是凡夫众生 跟我们一样的 啊 哪一种佛都是从凡夫啊 修行成功的 那么成功就是古 我们现在都在这个 开始修行的是因地 就是把这个 我们在因地所做的这个 种种功德啊 回向到古地 就因果嘛 就回因向果 就把这些功德呢 呈现给十方的诸佛 这是第二 第三呢 就是回向真如 啊 在祖师里边叫做诗迹 诗迹什么呢 这是最真实的 那就是真如了 那么就是说我们 这个叫做啊 把这个一切的事情呢 所做的这个事情 都是这个事实啊 把这个事实啊 向这个真理上面去回向 啊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功德又回向 更是更不得了了 那就是说 无穷无尽 无量无边的这个 啊 这个这个事啊 都能够回向到真理上去 那功德是更是没办法 这个计算 那么因此回向呢 我们也想到 回向就是从这个三个方向去回向 那我们这个把这个回向呢 就扩通扩通啊 这个非常广大了 那道理呢 我们就知道啊 这个前面经文里面讲 有很多事实用多少多少这个 这个供养诸佛供养众生 啊 很多那些宝物 那个固然是不错了 但是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的话 你就算是任何那 任何一个情为的东西 你就是像这个佛啊 啊 供供养一盆花 或者供供一个水果 甚至就是供一杯水 你这个都可以把这个供的 这个扩充扩充到这个无穷无尽的 他这个什么呢 他这个什么呢 他这个是 主要是叫我们懂得心法了 开发了我们自己心 我们这个心法一扩充的话 你借着任何一个物品呢 你都能是整个 普遍到这个 尽虚空偏法界 假设不懂得这个道理呢 你就是拿了再多的东西来 哎 布施也好 供养也好啊 都是那个有限度的 那功德不算大 这个道理就在此 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懂得这个心法 记得这个 把我们自己内心能够 这个真理啊 能够开发出来 这一段经文也是分三大段 开始讲 言普洁会相者 这一句话就把这名称 啊这个提出来 这说是一大段 下面呢就是第二大段 从初礼拜乃至随顺 从这开始 就是说 从这个前面呢 第一个月 第一大月是礼拜 那么一直到中间经过第二 第二第三第四 一直到这个 第九随顺 随顺 恒顺众生 那么这个所有的功德 结系回向 进法界 虚空间一切众生 把那些 这个 做的那些 行乐所得的功德了 统统回转过来 这功德 你做的功德是应得的嘛 应得的功德嘛 应得的功德一回转过来 就是收回来 收回来做什么用呢 相 就送出去 取向 取向谁呢 那就是广大了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是哪里的一切众生呢 可不是我们台湾的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这些众生啊 也不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啊 啊 地球上除了人类以外 还有其他的各种动物 啊 这个地球以外 还有三千大千世界 我们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 这一个一个国土 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在整个的这个十方世界当中啊 就像那个那个 这个一粒围尘那么小 那么多 横河沙里边一粒沙子那么大 那整个起来说的太多了 十方世界那太多太多了 那么这就是法界 近法界 法界是无尽的 这是假设的话 虚空界也是没有尽的 那你把这个这些功德啊 通通拿回来把它回想到 虚空有多大 法界有多大 那里边呢 法界虚空界里有多数 所有的众生 你都把它这个功德都 都回想给他们 让他们分享你这个 你这个这些功德 而事实上 你前面做的每一种功德 都是近法界虚空界 都是大的是无穷无尽的 把这些功德都回向那个一切的众生 下面就说呢 愿令众生常得安乐 无助兵苦 那么愿意使得那一切众生啊 尝试永久的 能够得到安乐啊 我们众生在世间要得安乐 好不容易啊 我们今天在这个 在这个台湾有这个小的安定的局面 非常不容易得 这个现在看看世界上那些国家 现在到处都在乱呢 这个 这个 在这个以前 历史上 那倒是不必说了 就是从民国 开始 中国就拿我们中国来讲 先有军阀 然后有日本 最后又有这个这个 中共 那么这样就一直乱下来 那么多的人呢 心里 这个生活上 没有一天是一种安安乐呀 物质上的缺乏 啊 心身上这个 心里上 这个 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有 这个这个 什么时候是 能够 造来的一种 这个恨祸来的 不可预料 预料的 心里没有一种安全感的 哪里都在 摊得上安乐呀 那么现在 未来呢 也是照样的 只要在这个世界呢 没有永久得到一个安乐的 因为这是根据这个 人心来的 人的心里都是那样这个 啊 就是谈成诗啊 啊 谈的这个 谈的 不能够这个 协调了 那么就是作战了 战争了 哪里有什么安乐啊 整体是这样 个人怎么样 个人的环境都是自己造成的 事好事坏也都是自己造成的 那么他这个 愿令所有的众生 永恒地得到安乐 你看这个愿大不大 还有无助病苦啊 佛法讲这个人生啊 人在世间 生老病死 这是最基本的 这个大苦 一生一死 生死当然是 是最根本的苦了 在生死 在这个游生之中 病苦 是一个很很很重要的 哪一个人的话 身后病不管是小病也好 大病也好 都是很痛苦的 他这发现呢 无助病苦 各种病都没有 没有种病苦 还有呢 欲行恶法 皆其不成啊 这个人在世间不能够得到安乐 有种种的病 这是果啊 那么要将这个因呢 从因上转 要想将来能够得安乐 没有病苦 得了好的果啊 就要 要修这个 善法 修善法 首先就不能够做 造诸恶业 所以有些众生啊 他这个稀奇很深 欲行恶法 他时时刻刻就想着 或者过一个时候 他就想着 造这个恶业 行恶法就造恶业 啊 在现在这个世界上 你想想看 造恶业的人多得很啊 欲行啊 欲行他虽然还没有 还没有这个造恶业 他的心里 就想着要造恶业的 不造恶业是没有机会 有机会他就造恶业 这个恶业多得很 跟人家争权多利了 这个 把人家打下去 自己上来啊 杀害众生啊 这都是恶业啊 那么他这个欲行恶业呢 解析不成 因行菩萨道发这个变呢 所有是那些想造恶业的人呢 让他没有机会造 最重要的是他心里 让他心里改善 改变他的心里 他不愿意造恶业 这个怨恨 你看这个大不大 这是一个 就凭这个就不得了了 再有呢 恶业造不成啊 所求善业皆受成就啊 他想 而正在这个做的这些善事情 善事情要造成功 我们在世间有很多人 做善事件 遭遇很多障碍啊 造不成功啊 能够做善业能够成功 这也是了不起的 那么这个心菩萨道 就要愿意帮助那些众生啊 他来修这个善业 都能以成很快能够成就 再继续说 关闭一切诸恶业门 开示人天涅槃正路啊 一切诸恶业门 恶业啊 最严重就是三恶道啊 三恶道 就是地狱 为什么渡地狱啊 渡地狱啊 就是造了这种恶业 才渡到地狱里去啊 渡到出生道 也是造那些恶业 合乎出生的那个 那一道里边 那个事业才渡了到出生道 鬼道也是如此 你种种的恶趣 凡是你这个一切的这个 罪恶的事情 走上罪恶的一个门 足以读到恶道的那个 那一些事情 通通不得关闭起来 这个 这个愿力就是说 要把整个的这个恶趣啊 都能够改变了 该 要怎么样呢 开始 人天涅槃正路 开始 因为一般众生啊 他不知道啊 那你行菩萨道 你就用这个觉悟的这个法 用这个佛法 来 告诉众生 告诉众生指出来 指出来 指出来那个 那个一条光明大道 光明大道是正正确的正路 正路就是捏半路 捏半是就得了大自在啊 就成佛的大道 成了佛 那了不起了 成了佛就整个 呃 这个这个世界 什么 你的智慧 你的能力 全部都都能开发出来 那么这个 涅槃 涅槃就是成佛了 在成佛之前呢 那 修人天 人天这个 一般修佛说啊 这个人天是个不究竟的 是个小 小果啊 谁是小果啊 但是你这个 修佛啊 就从这里开始 开始来修 那就说我们 我们人 凡夫中生这个人道 人道虽然是不好啊 痛苦很多啊 但是修佛就在人道 这个成就 人格要修得很健全 做人做得非常好 你这个才有修佛才 才能够这个学得好 假设这个人都做不好了 这个这个 呃 时时刻刻的想随人利己 那这个 就还能够成佛吗 嗯 你生死都不能了啊 那那还谈的什么呢 所以要 走上成佛的大道 那个正路啊 要开始 从从做人开始 然后修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恶乎天道的那种道德 再就是一步一步啊 像成佛的那个路上去 你这样那个 开始人家的话 开始众生化 自自然然的 把那个一切的恶趣的门呢 啊 恶道的这个门都关闭起来了 那么大家不走那个门了 走上这个人天了 人天这个路了 这一种 我们真要想发现普行菩萨道 你想想看我们今天之下 在这个不但对我们这个国内啊 国内国外 其他这个 各道理不必说 就像人道 你想想这个人道 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人道 哪一个哪一个地方 不都是那个恶趣的门大开啊 大家尽量的往那个恶趣门里 那里涌 涌进那个那个恶趣门啊 他都不知道 虽然是做了人了 不知道人人是怎么做的 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做人呢 就等于人人人到这个门是关闭了 天到了更不必说了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 我们大家要先不得到啊 就是从这个从做人开始 叫人家鼓励鼓励人家 都做做这个人的本分 守住人的本分 那些是这个那个恶趣的 那些一切罪业的话 那最好确认人家 要知道将来的那种的恶果啊 要不要向那个门里去的 这个就是呢 关闭一切诸恶趣门 开示人家 你本正路 这个大愿呢 的确是的 啊 普现不再有这种大愿 我们每个人呢 都要发这种大愿 那些诸恶趣门 因其积极诸恶故 所干一切积重苦果 我解代受 这更了不得了 假若一切的众生 诸恶趣门是所有的众生 因为他们这个旗子的那些众生 因为那些众生啊 积极啊 从长时候来 这个累积起来 诸恶业故啊 造了多少多少的恶业啊 造恶业就是这个因 由因必然要赶果 要受果报的 所以呢 是所干一切积重的苦果啊 由那些恶业 要赶到的这个一切积重的苦果 积重 积重到这个最重的就渡到地狱 那一渡地狱还得了啊 别说渡地狱了 就是渡了到鬼到出生到 也就是什么时候在 才能够出来 那是那是遥遥的无奇啊 那在释迦牟尼佛时代 那个 就一个公案呢 一个蚂蚁地上一个小蚂蚁 渡了到蚂蚁这个 这个道理去出生道理去啊 七尊佛出世了 他还没有脱离呢 修成一尊佛要三大恶生七戒 七尊佛修成功了 就是三七二十一个大戒了 那么长的时间 渡了蚂蚁生那个蚂蚁都还没有脱离啊 蚂蚁蚁蚂蚁的生命很短的 死了 死了又生生了又死 死了死终在蚂蚁那一道里面去 脱离不了 这个多痛苦啊 无知无事在那里 所以说是造了那些恶业 感受到那个那个集中的苦果啊 那么蚂蚁行愿怎么样呢 我家代受 我统统呢 代替那些造恶业感受那个集中苦果呢 我代他来受 这个 这个 带一切众生啊 受这个集中的苦果啊 那么这个要 要解释一下 不然的话 那我们就众生来讲 我们经常造业吧 造业之后这个将来的苦果啊 有这些大菩萨来给我们代受啊 再说这个怎么代法子呢 这种种很多问题啊 下面呢 有几条啊 这个祖师祖解啊 把它做出来 要把这个集点的这个说明啊 要把它说一说 这个第一条啊 有一些 啊 比如说我们学 修菩萨道 我们要发心呢 新这个菩萨修行品 召战学 那我们办到办不到 我们办不到 随时办不到啊 可是我们要发心 发什么呀 发悲心 发那个大悲心 发这个大悲心呢 我们愿意 这个 替众生啊 这个代受种种的痛苦 这个世间法也 也不少啊 世间法里面在古时候 那个孝子 孝子的时候 啊 愿意啊 这个 这个 他父母有了病的时候 这个 他父母有了病的时候 能够啊 发这个愿是很重要的 有了个愿的话 他就是 然后才有种种的这个 后续的种种的这个事实 所以第一条啊 要这个 对众生呢 发起这个大悲的这个悲心 这个是第一条 不管这个事实办到办不到 那个其这个心理很重要 然后呢 这个新菩萨道 果然是要劝人家 学佛啊 自己 最重要的呀 要有 要能够实行 自己实行什么呢 修种种的苦 苦行 嗯 修这个苦行啊 哎 当然自己是得了这个 在修道上是精进啊 那个很快成就啊 另一方面 他这个 做出一个示范来 让众生一看呢 你这个这样真正是一个修道的人啊 在这个修道啊 人家的心里啊 也在转变 嗯 他跟着 跟着 你在这里修行呢 他 觉得这是很好 那么就等于什么呢 你 给他一种启发 嗯 这个在佛学里边呢 讲啊 是一种因缘 叫做增上缘 增上缘 增上缘 就是帮助他 有这个因缘呢 他 原来 不肯修道 嗯 他因为看到你这样在这个 修苦行这样在这个实行的话 他也发现在修修道了 他一修道 自自然然的 他可以转变的因果 这个 虽然不能够说是 原来造的因 叫他将来是一定要结果 但是你虽然这个因消灭不了 可是你不能转变 你真正能够学佛法 在这个修持上 修得好 那么过去所造的业啊 可以让他 不至于很快就能够 就结果的 可以慢慢把它转变 嗯 我们念佛 代业往生啊 就是这个原理啊 按照普通法门来说是 那你 找得很的 你也把那些因啊 一个一个都消消掉 那叫提示啊 你也说你把这个 过去这个业啊 嗯 带着 没有消 带着 带到西方修罗世界去 就行了 到那时候很快就是灭掉了 所以这个能够 给人家一个示范呢 叫人家 哎 有这个 羡慕 能够啊 愿意发现修佛化 他的因果可以转变 对 尤其在现在 你劝人家念佛 修这个特别法门啊 那 那是功德 实在是 没办法说 这是功德无良 实实在在是功德无良的 那么这个是呢 自己 你劝人家 自己也要真正在修 行不得到你自己修苦心的话 这是最能够啊 啊 给众生做增上缘的 让人家发欢喜心啊 像这个这个 修道的这方面去学 这是第二个 就是啊 这个 这是大菩萨了 我们这个 谈不到啊 我们正是要想这个代业往生呢 要换环境呢 那么大菩萨 他能做到 他怎么做到呢 这个 他可以把这个 烦恼 那个断了 断了烦恼啊 他就可以啊 了了这个生死 按照这个 这是 菩萨品 菩萨性愿品是大大神法门呢 是菩萨法 菩萨法 登到初地的时候 那么修这个大神法 修过 经过一大欧森其节 前面三贤位 三贤位是 十足 十行 十回向 这要修一大欧森其节 然后啊 修满了以后啊 登地了 登了初地 登了初地 就可以断 这个烦恼啊 把这个最重要的烦恼 断断了一些 他就可以了了 分断生死了 这六 所谓分断生死呢 就这个六道里 轮回啊 这种生死 可以了了 那么这个 登地的菩萨 他有这个能力 但是这个登地菩萨 他不愿意这么做 他要留一份 这个烦恼 留一份烦恼 那么呢 他还要再到 再到人 人家来 继续在人家呢 来 来这个 说 说法 弦法 弦法利生 教化众生 所以这个大菩萨 他是故意留一份的这个 这个烦恼啊 嗯 因为为什么留一份烦恼呢 这个这个烦恼最终的就是贪爱 啊 贪欲 贪欲不是指的这个财 钱财 这些这个 保物这些贪爱啊 他的贪爱是两性的这个男女之家的这种贪爱啊 他故意留这么一点点 留着一点点说法就是我们凡夫这个是有有过失的 大菩萨他一切都都了解了 留这么一点点的只是这个借着这个缘呢 再到人家来 他随时到人家来啊 他一些过去的事情现在是多了然 多明白的 因此他这样的话 他愿意在人家 呃 深深实实的来度化众生 这是个大菩萨行为 那么即使深深实实在这个人家度化众生啊 讲的佛法讲出去以后 自己在这个行这个菩萨道种种的这个实行的那个 那些行为 那么让众生的得了佛法的这个好处啊 就等于 啊 带众生受苦 这个 这个第四种啊 你是这个大菩萨 你大菩萨你看见呢 有哪些众生啊 要造这个大恶业了 这个大恶业它造一旦造造出来的时候啊 他必然要 他必然要 渡到这个恶区里去 严重的要渡到这个地狱里面去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是大菩萨 你的行菩萨道 你眼看这个众生 他在杀了人或者是做这个这个恶业的事情 他就渡到地狱道里去 你不忍不忍不忍心呢 不忍心这样造造也是这个度地狱啊 那你怎么办呢 你当然是想其他的种种的方便法阻止他了 可是没办法阻止 没办法阻止 这个行菩萨道不容易啊 你为了救他这一众生呢 不让他渡到地狱去 那就怎么呢 在他还没有造 要造 还没有造成功之前 还没开始造之前呢 你看得清清楚楚 你就把这个众生杀掉 造恶业的众生杀掉 杀掉的时候 杀人的话自己渡地狱啊 这是一定的 诶 渡地狱就渡地狱 就来挽救一个众生 使一个众生没有渡地狱 他自己宁愿渡地狱 这就在 众生受苦 真正是在众生受苦了 可是这个 这种大菩萨 那你到什么程度呢 你就把这个造恶业的众生啊 他的因果 他的事情你看得清清楚楚的 他未来的果 一定看得很清楚的 不看清楚是办不到的 这个祖师诸节里面就引用有一个公案 这是在这个佛经里面有一部啊叫做报恩经 在报恩经里面呢就举出的一个事实 在过去 那个有一尊佛叫做无尉王如来 五尉是大无尉的 大无尉王那尊佛 在他那个那尊佛啊 这个和在他那个佛正法时代 有一个修行人 有一个修行人 是个五尉的人 他是 到国外去 有事情 这个路上啊 就遇见了 五百个 五百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道啊 那个大道啊 五百个大道 在险路上啊 要要抢劫要杀人的 这事情被他知道了 被他知道的话 他就把其中一个 那个一个 准备要发动的一个杀人的话 就把那个人杀了 杀了之后啊 这个人本来是平常是个 受持五件修行的非常好啊 你怎么突然去杀人呢 他就把那个这个 这些事情呢 因果啊 就跟大家是宣布说明了 说明之后 那么所有的不但是 这个跟他同 同时或这个一同旅 去到国外旅行的人呢 都都改变了 就连那个 其余的那些 匪盗啊 那些大道啊 也都 被他一个感化过来 像这种情形 他自己当然杀人要 度度地狱啊 度地狱就是度地狱 宁愿度地狱 被他杀的那个刀呢 他看清楚 一被杀害之后啊 就到天上去了 记得这个升天了 就是在这个 报恩经里面呢 有这么一个公案 可是这个 在这个什么时代啊 讲啊 那个时代 这个国家的法律也管不上 你现在这个就行不通了 那就是另外想办法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研究经啊 看看什么时候啊 那么这个 就举出这个例子啊 就说明什么呢 要行菩萨道啊 你处处 你处处 你是替众生带苦吗 那不问是什么苦啊 就甚至于度地狱这个苦 自己都愿意 愿意带啊 真正是带 带众生受苦 你想 你想 最终的这个大愿力 凭着这种的愿力的话 你成佛那还有问题吗 是大愿啊 这个 第五呢 前面讲了四条 这个第五条啊 就是说 你想行菩萨道啊 学这个菩萨菩萨这个大愿呢 你一开始发心的时候 过去都有大菩萨这么做的 开始发心修佛的时候 就发这个愿 发什么愿呢 这个 专门在那个 找这个恶道里面去 在恶道里面度化众生 或者这个人世家呢 人世家有太平的时候 也有这个乱的时候 或者大饥荒的时候 他是这个菩萨 专门呢 选在这种这个这个 乱的时候 最饥荒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出来 或者到其他这个 这个恶道里面去 多化那些众生 而且不是 不是偶然的 常时候的是在这个 在这种恶劣的这个 这个世间呢 来度化众生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地藏菩萨就是 地藏菩萨就是 地藏菩萨不仅在我们人间 度化众生啊 他这个 那个恶道里 他常常去 常常是 就这个 度化那个恶道里的众生 在人间的话 他就阻止 人道众生呢 造恶业 不要到恶道里去 一定度落到恶道 他也是常常在恶道里面去 把那些众生呢 抢救出来 这是最显著的一位 一位大菩萨 地藏菩萨 那么还有 就是释迦牟尼佛 在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 那在 过去是以前了 很很很很久了 遇到那个人世间的 普遍的这个 年岁这个 大汉 有了大汉在 有了大汉在这个 粮食没有啊 没得吃啊 他呢 这个当然有功夫了 大菩萨们能够办得到吗 他就变成一个大鱼 那个水里面那个鱼啊 变成一个大鱼啊 一个大鱼是有 那个那个 可以供给多少人吃啊 他就用那种方式来救 救活了多少人 那么像这种例子 像这个公案呢 多得很呢 那么我们说是 在这个在这以前 我们也在这也跟 跟各位介绍过 讲过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观世音菩萨 在这个我们人间 就在中国大陆那个 过去他这个 救多少人呢 就是在抗战的时候 抗战的时候 抗战的时候那个后方啊 老百姓没有没有没有粮食吃 他接着是 忽然有一个人呢 告诉我某某地方那个土啊 可以吃 就观音土 观音土可以吃 那是观音菩萨店里 结果人家找啊 果然能够吃 吃下去可以啊 这个可以维持啊 不会饿死的 这事情多得很 所以这个 这个心菩萨道啊 那么到那种这个程度的大菩萨 可以用种种的方法 变化很多这个 这些事情出来啊 能够 这个 这个救度众生 就等于待众生受苦 那么这个 第六个要解释的就是说 这个 愿意带众生受苦啊 什么理呢 这个道理在哪里呢 那就是这个 你这个大愿呢 以及带众生受的这种苦啊 在一个大菩萨那种境界啊 这个愿意跟苦 所受的苦啊 就跟那个一阵法界啊 完全是融为一体 这就是这个普现品 这是《华严经》里面一品的 重要的一品的 《华严经》是讲的这个法界啊 我们凡夫说是 这是痛苦 这个生死苦 病苦 老苦等等 到了大菩萨那种境界的话 苦与愿意 融为一体 我们看的是 大菩萨度地狱是苦了 但是在菩萨看的话 他这个愿意在那里 谈不上什么苦 就跟那个法界 融入到法界里面呢 没有苦乐的这种这种感受 在我们凡夫认为他是受苦了 他自己没有这种感受 而且还是一种大乐乐乐趣在那里 这是一个这个理论的一种基础 另一点就是第七个一个说明就是说 他这个菩萨他见到法身了 他以这个法 这个 以这个一真法界 以法界为他的这个 为他的身体啊 换句话 他这个身 不是我们普通反复 都像我们这个小我这个身体啊 他是真身 真这个真理的那个身体 真身就是法身 他这个法身 自己的跟众生的法身 没有什么分别 到那种这个这个境界的时候 看众生的这个这个身呢 他跟自己身是一是 是原容无外的 所以在经文里面讲呢 这个释放三世佛 共同一法身嘛 释放三世佛 一旦成佛的未成佛的 啊 法身 未成佛的众生 法身是这个迷住了自己 见不到自己法身的 一旦觉悟了以后 正到了自己法身 跟四方的这个佛 已经成佛的这个法身 完全一致的 所以大菩萨 他到了这种境界呀 把所有的众生呢 看着自己 同样的身份 一体的 所以自己跟他人没有分别 那么就这个理论呢 众生受苦 就 他自己感受一样的 在众生受苦 他自己就同他自己受苦一样的 因此他要代替众生受苦 那么我们学这个 虽然事实上很多办不到 这个理论我们要了解 发这个悲心要发 悲心一发的时候啊 智慧就跟着逐渐逐渐开啊 开了智慧 然后事实上慢慢就能够办得到 这是由钱入身的慢慢慢慢办的 那么所以下面就说呢 像不应不得这样啊 代受 代受怎么样呢 它有个结果 令敌众生习得解脱啊 你不是纯粹的代他受苦啊 代他受苦最重要的 就是让那些众生啊 都能够得到解脱了 什么解脱呢 就从六道里边呢 六道能回生死这个事情呢 能够解决了 脱离这个六道了 不但脱离六道啊 到了最后怎么呢 究竟 到了究竟的这个 要成就无上菩提啊 无上菩提就是成佛 菩提是觉悟啊 觉悟到最究竟了 是大觉了 大觉师尊嘛 成就无上菩提 最后要成佛的 你这样的话才是 值得带众生受苦啊 那没有这个 达不到这个目的 受苦有什么意义啊 所以这个最后要 他这个大愿 要是所有的众生 最后都要能够成佛 你看这个愿 愿力大不大 这个菩提菩的行愿品啊 最后是要到归到基罗的 为什么一定要引导众生呢 到基罗世界去呢 就是这个愿力在这个大愿呢 逼得这样做 你比如说 我们家庭的一个做父母的人 看见小孩子啊 身上哪有什么病苦有什么痛苦啊 你这个 事实上办不到 你要代替他痛苦 让他不要病 自己病行不行呢 办不到 办不到 可能做的话 找个医生 找个很高明的医生 给他很快把他治好 哎 这个小孩子病呢 明明是可以要需要三天 或者一个星期才治得好 你 你心里想着 最好是马上就好 立刻就好 这个免得小孩子受苦 你人人的心里都是这样啊 普遍普遍就是这样的 你说要是这个说法 啊 这个让众生啊 都能了解佛法 一步一步修啊 那实践遥远的很 所以他必须要 这个指导众生啊 你在这一辈 这一身啊 很快 到基督世界去 一到基督世界啊 你那个这个六道啊 立刻就出去了 这个多么快呢 所以这个 有这个大愿呢 成就无上菩提啊 要想 这个很快就能成就的话 必须念佛 你念佛是个信愿型的三个三子良啊 这个愿 我们了解这个普遍行愿品这个愿的大愿了 那我们舍弃念佛 还有哪一个法比这个更好啊 这是今天我们修这个 法愿偶一俗是讲啊 你能不能够 往上基督世界啊 就看你愿力的是有没有啊 决定能不能往上就看这个愿力啊 至于说这个 神道基督世界品位的高低 那是念佛的功夫 修持的功夫 先决的条件是发愿 没有愿力是不行的 没有愿力是不行的 那这样呢 修的回向 虚空皆进 众生皆进 众生夜进 众生烦恼 这个都进了 我此回向无由穷进呢 就是前面就假设的话 假设虚空皆进了 众生皆进 众生夜也进了 烦恼也进了 可是我这个回向啊 这个大愿呢 没有穷进的时候 怎么样没有穷进呢 念念相续 而且这样永久的这样呢 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就是相续 没有间断的 包括自己的身体 言语 心理的意思 三页都是这样 精进的 没有间断 无有疲 你看这个愿 最后这个 这个无穷无尽的 下面呢是讲啊 发愿这些所得的利益 我们下次就讲 谢谢大家 您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集完 再来 我们下集完 一会儿 这些东西 我们下集完